綠媒間又集體高潮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他們又抓到了 抓到什麼東西 你看 抓到什麼 你看證據來了 一張圖揭露了國民黨跟中共 好麻糬啊 那到底是哪一張圖 你看這個是 那個2019多省公務員 面試體檢學 議員按上鍵 你看到沒有這個拳頭 然後結果這是國民黨的 7月7號大遊行的這個 反鐵龍公投 凱道大會司 你看拳頭一模一樣 完全一樣 看到沒有 底色一樣 不得了了吧 這個鐵鎮如山 國共河流 要出賣台灣 對不對 免費圖庫裡頭這一張 大家有沒有看到 一模一樣 原來是免費圖庫裡的東西 我跟你講這就是 免費圖庫裡頭抓來這張圖 就是這樣子 綠媒會不知道這種事情 他一定知道 搞不好他們自己 都有用過這張圖也不一定 所以他明明知道 可是睜眼說瞎話 就故意要告訴你說 這個抓到了 所以你看 這一種東西跟什麼很像 跟我們昨天的新聞一樣 韓國瑜選上高雄市長 美媒 中國推波助瀾 這個是外交政策 這一個美國的媒體 講說 這個中國大陸在背後操縱網軍 怎麼樣去幫助引導寒流 結果這篇文章 根本是一個高雄的 自由撰稿人學 結果他是投書到美國去 是結果根本又是一個出口轉內銷 搞了個半天都是他們自編自導自演 我們他們現在在做什麼東西 都是說我們要什麼 要罷免韓國瑜 然後迎接陳其邁回來 你看現在這一些 兩大導航團體結盟 就是要罷免韓國瑜 說什麼公民歌潮 跟那個We Care高雄 要集體河流 其實我覺得你們幹嘛河流 你們本來就是同意管理 本來就是同意留的 是啊 故意搬那個記者會幹嘛 你們這樣累無累 裝這樣子其實演得很假 你知道 他三月其實就已經開始在運作 可是之前一直都很低調 可是最近突然間變高調 那有人認為說 在時間點上一件事情很吻合 什麼事情 你看2月2號到2月10號 春節期間是不是有攝影官 深夜潛入市場室 然後2月10號馬上韓國瑜 新馬行程曝光 表示有內賊 2月26號請假公文流出 你看內賊又來 4月25號開始收集慶富的新市政 5月14號重啟慶富案調查 到了5月29號 韓國瑜忍不住 他說弊案不斷出現 需要心力除弊 騎頭並進 以前他說只有1%除弊 但是現在要騎頭並進 但你一騎頭並進 我跟你講綠營就開始緊張 緊張了 緊張了 所以你看他5月29號一講完 馬上我跟你講 Weekare高雄這些東西 公民歌草全部都跳起來 然後到了6月10號 這個韓國瑜市場罷免 連線這些就轉變了 你知道開始在弄連署 然後到6月12號 綠營媒體馬上報 連署超過10萬人 那你會覺得難道 就是因為韓國瑜講了這句話 因為要心力除弊 騎頭並進 所以有人開始擔心了 有人覺得說 怕東西被挖出來了 你難道要開始查我了嗎 那你要知道 綠營可查的可多了 輕軌二階案 3300億負債怎麼負債的 慶富案到底中間有什麼內幕 空污基金被你們怎麼使用 又到哪裡去了 氣暴善款的問題 你到現在解決了沒有 這一大堆的問題 當然都應該要查清楚 所以你看 這一些 可是這些東西你查下去 查到最後會不會就到菊姐身上 那不到他身上 還會到身上 難道到我身上嗎 所以 當然是到他身上 所以你看兩個很緊張的人 就跳出來一個引力 就是這個所謂WK高雄 他根本是文化 過去的文化局長 就是花媽的人很明顯 陳琼華花媽的閨蜜 所以也不斷的一直跳出來 你看搞了個半天 這些所謂的藝文團體 根本都是民進黨的下線 然後這些人都是花媽的子弟兵 那目的是幹什麼 就是怕花媽的醜事 被我們挖出來的不是嗎 所以你們還要讓這些人 繼續囂張下去嗎 那個惠玲 我們看著這個引力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以前的時候 他在這個菊姐下面認官 可是在11月24號之前的時候 他把官給辭了 結果跑到了這個 成立了另外一個團體 WK高雄 而看起來就好像變成了一個 藝文人士一般 民間組織這樣子力挺陳其邁 搞到最後被識破了 沉浸了一段時間 現在這個時候 又跟公民歌草團體 又開始聯合起來 要罷免韓國瑜 但是大家仔細一看 那豈不是小英的那群絕青們 全部又是在開始搞這些活動 但是假裝是公民團體 而民進黨在背後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在當時太陽花 民進黨在背後那樣子操盤 這樣推波出來 他以為現在這個時候 人民還看不懂嗎 是 我覺得這個把戲 玩太久就沒什麼意思了 其實很多民進黨 這些附水組織 外圍團體 都是同樣一群人 同樣一群人 註冊很多很多很多個名字 結果你仔細去看他們的名單 看起來都是那十個人左右 可以成立一大堆的組織 太陽花以前就是 你看台灣有多少什麼 什麼支持婦女運動的團體 他監督的對象永遠只有誰 永遠只有國民黨 民進黨裡面的人 再怎麼樣歧視婦女 再怎麼樣對這個婦女 口出很不堪的言論 他們都假裝眼睛閉著 都假裝那些都沒事 都沒有事 通通都沒有事 所以他們看得很清楚 就是兩套標準 這個引令更不用講了 這完全就是花媽的人馬 所以你說We care高雄 真的嗎 他只care 陳菊以前的高雄裡面 所有的作為 會不會有一些 不堪文文的東西被挖出來 被挖出來就不得了了 所以這時候他就care了 他care什麼 他care高雄 他care民進黨 要永遠像烏雲一樣 籠罩在台灣的上空 讓台灣人永遠不得見天日 這就是他們care的東西 他們真正care的只有這個 他們根本不care高雄人的死活 就好比登格爾的事情來講 你真的care高雄嗎 你真的care高雄 就應該叫中央 趕快把登格爾的經費撥下來 不要分一批分兩批 第二批還要經過一大串的審核 審核了半天老子高興了才給你錢 以前的這種救命錢 好像都是先撥下來 再補流程 再補公文的不是嗎 其實我跟你講 這一半的錢他都不想給 要不是韓國瑜跑到行政院會 鞠躬坐衣 不斷的鞠躬跟他們要錢 然後全台灣的老百姓看不下去 你認為這個2000多萬 就會生出來給高雄人嗎 所以我認為 陳其邁根本沒有把高雄 當成他的母親你知道 陳其邁其實是認為高雄人 死活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現在有作秀的機會 我就趕快來秀一秀 假裝我自己是軟男 最好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最好是高雄人最好一大票 因為只來了2000多萬 甚至沒有錢來 最好登格熱嚴重一點 我們的民進黨的執政根基 就建立在圓谷塔上 有 我們可以注意到 引力他們現在這些刺激團體 主要目的要罷免韓國瑜 但是罷免韓國瑜其實喊這個話 是從大約三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了 可是我們也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在這邊 你看 到了三月份以後開始 最重要一點是 韓國瑜本來是99% 要心力 一分子要除幣 但到了事件一件一件 在出現以後 韓國瑜開始心力跟除幣 要齊頭並進 所以是否代表一件事情 也就在那三月份以後開始 韓國瑜心力跟除幣要進行的時候 除幣就會找到花媽菊姐 當時在高雄執政的時候 許許多多的問題出現 而如果說我現在不把韓國瑜 給罷免掉的話 相對的拒絕了許多事情 就會出來 所以這些刺激團體 積極的運作要罷免韓國瑜 他現在積極運作 除了跟罷免韓國瑜那有關 他主要 他還是在動員 這股動員的方式 是跟陳菊跟蔡英文都有關係 他想趁罷免韓國瑜 進行動員的過程當中 我高雄市我還有多少票 聽說要藉此試探高雄 還能有多少的票在他們手上 還有多少票在他們手上 因為他們明明知道 規定是一年後罷免 對不對 他為什麼在三月 今年三月 然後六月要搞個一次 他叫做不斷動員論 不斷動員論只有一個 就是他們認為韓國瑜 極有可能選總統的時候 他會辭高雄市長 他們就是逼著要韓國瑜 辭高雄市長 就是說我可以測試我的動員 還有看能給韓國瑜 帶來一個什麼樣的壓力 這個是他主要目標 那第二個 當然對於韓國瑜查弊案 我剛剛講過了 那一位民政局長 各位曉不曉得 韓國瑜上任前 他把各個區公所的主任秘書 全部都補齊 大概那麗娜應該知道 那個人是誰 這個人狠不狠 狠 他根本不讓你區長 有什麼掌握動員的權力 區長的派任 都要由高雄市政府派任 但是真正執行業務的是主任秘書 所以一個區裡面 你最重要的是主任秘書 趁韓國瑜還沒上任以前 是不是全部補滿 對 陳議員我有沒有說錯 應該沒有說錯對不對 就選前就補了兩次 把這些都補滿 對 全部補滿 只要你區長那有什麼動作 我這裡我就知道 所以他是運用動員的方式 來鉗制韓國瑜 那除了這個以外 當韓國瑜說他要除弊案 各位曉不曉得 這個正峰市也好 連政單位也好 人都是程序派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韓國瑜只要有一個風吹草動 你要查弊案 他們一定事先知道 所以他們是藉由罷免 來進行動員 順便去嚇阻韓國瑜說 我告訴你 高雄市的人還是我在負責 叫你韓國瑜你查弊案 你給我當心一點 但麗娜 我們看到韓國瑜 後來本來以前是要99的心力 1%的儲弊 後來變成心力儲弊要齊頭並進 但這麼一講出來之後不得了 民進黨就鋪天蓋地的 要滅掉韓國瑜 因為劉世芳甚至還在問中選會說 能不能罷免的這個動作 跟這個總統大選一起進行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側翼的這些團體在發動行動的時候 要力保的是謝長廷 力保的是陳菊 最重要一點 是不能讓這些弊端拋出來 我覺得市長才上任半年 我怎麼覺得好像時間好久了 從這個過程當中一剛開始 如果大家有印象 就從新馬行程 他要去賣水果那個時候 第一個行程就曝光了 然後後續什麼 市長回來以後什麼請假的 公文什麼有的沒的 這些東西事實上是屬於 政府內部的東西 但有很多我們覺得很奇怪說 這些東西為什麼會在媒體上出現 為什麼會在某一些 北部的議員口中說出來 或是北部的立委的臉書上出現 所以從那個時候就有人傳聞 就是說某一些前朝的官員 定期在高雄市 要定期的聚會 然後聚會的內容討論的是什麼 都是相關的高雄市政 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情 討論這要幹嘛 是不是 他還真的這麼關心嗎 這些現任的政府官員 需要跟前朝的人做這些報告嗎 如果說他們的聚會是為了就是說 大家是以前的好同事聚一聚 我覺得無可厚非 但是如果討論的內容是這個 就有一點點讓人家起疑鬥 到底用意是什麼 甚至有一種狀況就是說 某一些的前任的局長 已經卸任了 他可能還在政府裡頭的 某一些位置上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是 市長所派的局長 跟前任的局長 到底要跟誰報告呢 當然跟現任的對不對 但是有一種狀況就是 還是跟前任的局長 來做一些報告 這離不離譜 這個狀況是有發生在好幾個局處 這些問題其實是導致到後來 為什麼韓國瑜有思考到 就是說為什麼要選總統 一個其中的一個因素 我們現在回頭在看的時候 就會發現就是說 現在喊的是什麼 就是說陳其邁要回來 高雄執政的這件事情 是大家都覺得說 幫陳其邁營造一個好的形象 好像是外面不斷的 有一些側翼的團體 有一些其他的組織 不斷在幫陳其邁塑造一個就是說 陳其邁如果是陳其邁做 一定比韓國瑜還要 把高雄的執政權拿回來 那高雄到底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急著要 一定要在這個時候做這件事情 陳其邁有多少的事情 在這個時候沒有辦法被解開 我們說政黨輪替 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前朝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我們可以在這個時候做檢討 你怕被檢討嗎 有什麼事情不能檢討嗎 這樣的一個手段 這樣的一個激烈的方式 我從來沒有看過就是說 已經上任的這個市長 被這樣子追殺的狀態 所以這個情形 我覺得高雄市民 全國的民眾 應該好好去思考 背後這個重大的力量 他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太陽花那個時候 歌欄尾也是一模一樣 他就是給你製造心理壓力 完全複製 We Care或是說這些歌草行動 這些聯盟好 大家集合起來 所聽到的這些聲音 我說真的我在基層 我的確很少聽到高雄的民眾 討論到有關於要罷免的事情 但是我在這邊也誠實的說 大家提到的就是說 市長是不是應該去選總統的 這件事情是有的 這是高雄市民大家在討論的 是 但是罷免的這件事情 我是沒聽過的 可是強強怪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時候 王定宇立法委員 他在說到說 他聽到了一個消息 說韓國瑜如果初選出現的話 他將會辭掉高雄市長 如果這個韓國瑜快快離開 高雄的高雄市民們 趕快用民調來支持韓國瑜 這個更是一個高招的模式 但現在可以看到 從中央道的地方 甚至綠營的側翼 大家可是兵分多路 對付的同一個目標 還是韓國瑜 中華民國有政黨 民進黨 才會參選這種立委 才會有這種立委 這立委 王定宇是民進黨的 這個人 那些朋友你們經常想 不務政業 我可以讓你們一句話 不務政業 禮拜委員 禮拜委員你跟洗腦 你跟躲空氣 說的聽說 說的都路邊消息 你民進黨要拔免韓國瑜 你這裡就沒人回票回血 但你今天比較有這個動作 很簡單 你丹國那個時代 不知道多少 疊人怕人出現 第二 你就是既定利益 過去吃肥吃肉 吃到冠絲冠絲 你現在記 記說關鍵的韓國瑜會死 差不多這個意思 不是這樣 議民現在突起人 你們要嚇你們的政党 日本人你是立委員 你要做什麼工作對不對 修正什麼法律 你不是 你一天驚不著你唱韓國瑜 韓國瑜現在是打到 你們做國愛什麼什麼 金島紅的三月 那不是這樣對不對 韓國瑜是有打到 你們做國愛什麼會嗎 對不對 台灣人民要快樂 台灣人民要生中 台灣人民要站起來 我們要改變 不是你們民進黨一死人 在喧鬧在騙在怪 你不要啦 你強還